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开始我们先来看到是九合一选战倒数时间 台中市的街头上面出现了一系列的公车广告 指责民进党的候选人林佳龙反对台中主办大型活动 让林佳龙决定提告 但是很罕见的没有指明提告的对象是谁 马上连线给记者尹志刚告诉我们最新的选情 好的 主播 最近台中市街头出现了不少公车广告 那这些公车广告有的是写希望龙世空 那有的是指责民进党的台中市长候选人林佳龙 反对金马奖到台中来 反对国庆烟火以及反对BRT 那这些指责让林佳龙阵营是非常的不满 决定在今天提告 不过这个提告并没有确定说指明是要告谁 而是要告整个胡志强阵营 那让我们来听听林佳龙的一个说法 以及胡志强阵营的一个回应 我们的对手阵营很多的这个抹黑造谣 甚至这个做空车广告 那很多只需乌有的指控 那我是就是我们期待这是一场建立典判的选举 那么但是看到了对手阵营的这些作为 已经严重去违反了言论自由的一些原则 那我们的律师就是今天会正式去提告 向这个负面选举说不 他如果要告 他应该告媒体记者林佳龙先生 因为都是我们媒体有报导过的 他自己讲过的话 然后我讲过 我今天所公布他的财产是监察院 要告要告监察院 或是他自己申报不是告他自己吧 他告胡志强 我不曉得我也是先请作修 可以看到双方的言辞是非常激烈的交锋 不过除了提告之外 林佳龙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还质疑 2018年台中厚礼要办花博 这个所需要的土地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的顺利取得 这个让负责花博的台中市副市长徐忠雄 是非常不满 在今天跳出来大声反驳 说有不少的公文都可以证明 土地取得已经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林佳龙阵营却指责说 虽然所有的土地都还在跑行政的流程 而且行政的程序跟原本预计的是严重的延荡 要求徐忠雄和台中市长胡志强 要向台中市民解释清楚延荡的原因 到底究竟是什么 以上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把时间跟镜头来还给棚内 今天要讨论的是中台湾选情 邀请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尤英隆吴大家分析 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今天 林佳龙阵营的律师正式要提告了 那么他们认为说打的是个是负面的选战 有抹黑不实的指控 我们都知道选举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互相攻击对方一些 我们可以说是弱点啦 是还蛮正常的 不过如果说真的演变到了负面的选战 你会觉得在透露什么样的讯息 负面选战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遏制的负面选举 一种是有建设性的负面选举 有建设性的 所谓负面选举就是说 你去呈现凸显你的对手 他的种种的不适 包括这个政界主张 包括他的过去的表现等等 这是有建设性的 而且如果要有根据 有真评实据的 检验对手让大家来检验 让我们选民来参考 第二种就是不实的广告 恶意的攻击 甚至不署名的公车广告 对 就像今天这样子 不晓得是谁 有那种攻击性的延迟 但是不晓得是来自何方 这是黑寒 这当然是要避免 不过在台中来讲 险情到最后关头 开始看起来 引爆这么激烈的 这种延迟的冲突 显示这个险情 是越来越紧张了 那么以过去的选举来讲 领先的一方不敢大意 毕竟林佳龙面对的是一个 已经在位13年的一个市长 绝对不是一个弱者 到最后这个坡素迷离的 这样的一个显占的关口 任何这些觉得 对选情会有影响的 他当然要大动作去提高 对不过我们看起来 当然一定是有一方阵营 比较紧张了 才会认为说 我们可能用一些方式 能够让选民 也许是归队 也许是改变一些心意 你怎么看 现在国民党认为说 在拉台胡志强选情的部分 派系牌已经打出去了 派系整合成功 另外胡志强认为说 我自己一定要打正绩牌 他认为这是 对他接下来的这剩下10天 是有帮助的 你怎么解读 对现任者来讲 如果他不提一下他的政绩 也很奇怪 对不对 毕竟已经做了13年 到底对台中他做了些什么 他总是要打 你刚刚讲强打 强打就是说 可能不是很好打 但还是要打 对不对 也的确没错 在过去13年 台中市的整体市政表现 在跨县市的这种评比里面 也经常都在调车尾 对 那很多重大的一些政见的主张 后来也没有兑现 落空说是跳票 那但是勉强打正绩牌 打MRT这些东西 这个总是要讲出一些东西 对 如果我觉得胡先 他是已经做了13年的市长 对 他必须要这个说服 台中选民 在支持他4年 到底有什么理由呢 那政绩当然是一定要讲的 否则为什么要他 他继续做4年呢 对不对 对已经13年的人 再继续做4年 要给一个理由吧 要有一个正当性 对不对 正当性 所以我想他是在进行 这方面的努力 不过可能会蛮辛苦的 你会觉得他到 从开始要这个宣布 他要竞选连任到现在 陷入苦战的理由 还会有哪些呢 我想除了长期以来的 政绩表现不佳之外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 这个可能台中选民 对胡市长的这种新鲜感 已经逐渐没了 其实胡市长 是一个外交官转任的人 其实他过去的强项 就是他正通人和 他八面玲珑 他的面面俱到 让大家都很happy 对不对 大家都跟他接触 觉得蛮好的 但这个部分 随着时间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13年了 他是1948年出生的 今年也66岁了 在北部被称为五辅千岁 已经有这一个年年 所以人们可能会开始感觉到 已经不对位了 是不是要换个新面孔 不对位了 是不是就觉得做太久了 13年再加4年是17年 台中是不是要再等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今年 选在比较辛苦的地方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点 就是说 原则上 凡是争取连任的 县市长 他都比较有优势 对不对 或是怎么反而变成胡志强的 怎么反而变成胡志强的包袱的感觉 是 但是在 在 变成他的包袱 那但是 还是有他的 潜在的优势在里面 那这种整个地方的这种 利益结构 那这种 就是庞大的利益 结构 或者说他的这些人际网络 对 都依然还在 那最后 他当然还想 希望能够反扑嘛 逆转胜 对 的确也许还是有机会的啦 我们还是要再看后续的 选举的结果 但是我们来看到 国民党现在要拉台 除了我们刚提到 包括派系牌 那么还有这个 他说到政绩牌嘛 另外还有是经济牌 他们现在认为说这个 也许我们可以拉回很多的经济选民 所以要主打是FTA 那么政府的政绩 那么让民众感觉到说 这是他们跟民进党不一样的地方 你觉得这可以发挥效果吗 我觉得这蛮矛盾的 可以理解 但是很矛盾 理解的部分就是说 这个国民党自己 长期以来自认为 比较有能力搞经济 但是矛盾的地方是说 在过去马政府六年以来 其实台湾经济是持续低迷 那这个百姓很痛苦 那么民生凋敝很多 那所以在经济表现不好的情况之下 又强打经济牌 这到底会有多大的效果 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那如果还要进一步 要去比民进党执政时期的经济表现 那民进党在执政八年的平均执政表现 是比马政府六年要好 这是有客观数据 但是还是要打这个经济牌 我觉得也许吧 这个没有其他牌可以打了 那只好再勉强再强打经济牌 我觉得更进一步就是说 其实这是隐含着 要把地方选举大选化 把地方选举全国化 那就是说经济牌 你呈现在地方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去问候选人 从连胜文问到朱立伦 再问到胡志强 或其他候选人 你说你到底在经济上 你要怎么把这地方搞好 我坦白讲 得不到什么很好的答案了 地方总是也有一些工商团体 也是要赚钱的 这个地方 这个方式能不能够吸引他们 没有人不希望繁荣 没有人不希望带动地方的繁荣 一定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觉得物换心仪了 就是说20年前 你要去区别 博民党跟民进党的差别 也就是说民进党反商 民进党执政之后 对我们东商发展是不好的 但是20年之后 再要强打这种东西 我看这个是没多大道理 感觉也不会有多大的效果 是不是 好 跟东商商这个话题 我们稍微回来继续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